阿露哈 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9天晚上 也是我們的視頻聊天 視頻打環節囉 那今天要幹什麼東西呢 今天的話 這邊想要來進化一下 我們雞稀有的這邊的這顆 上次拿到的那顆蛋啦 那目前來說雞稀有的兩顆蛋的話呢 一個是我們香皂貓 一個是我們明樣的蛋 然後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警察貓的感覺啦 好不好 警官貓 對 現在進化的話 等於其正面貓 那裡面的話我們是缺了這個 綠的結晶跟我們這個黃壽石的結晶啦 那綠壽石的結晶應該算是比較好去弄 這邊已經可以成長了喔 那要10個 那現在來說我們只差兩個黃壽石的結晶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究竟今天有沒有機會 來 見正章的時候到了 先來鑑定完畢 神聖的本人GG 好啦 那看來是沒了好不好 有沒有想說 唉唷 這邊如果來一個那個什麼 這邊如果來一個黃壽石的話 至少還可以讓他進化 那今天是進化無門啦 那進化無門的話沒關係 我們來用一下最後的暑假期間 因為好像有新關卡啦好不好 這個趕最後的暑假作業 那他開學就多久了啦 他現在才在趕最後的暑假作業 還是其實他這個是跟著日本的開學日啦 但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現在才開學 還是幹嘛 我不知道 那台灣這邊的話應該是 早就已經開學很久了對不對 好像滿多人都已經開學很久了喔 好 那絕境的這個森林先打掉 喔 忘記開加速了 來 三出號機 走起 忘記開加速啦 整個世界慢 現在沒有開加速之後的話 整個遊戲都不太會玩了 感覺這個步調其實滿慢的 但我以前基本上都是用這個倍數在打啦 就是你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關卡 確實要用這個 因為你的怪物就不會跑了這麼的荒騰了好不好 你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比較好打一點點啦 因為有時候就是 那個今天動太快對不對 你也是很難直接把關卡通關 很難很難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這關大概就是那個 綠色豬豬吧 然後因為是第十九關啦 所以 應該百分之差不多八到七%一定會有那個 不死的燈籠魚 完蛋了 我原本想說今天 唉唷 今天這個獸死 黃獸死拿到 然後又可以進到這個40%裡面 結果沒想到居然是 神聖的本能的這個 本能御的這個關卡 現在真的是很少在打這個本能御的東西 改天等到這個超級本能御的東西出來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好了 因為我們這件RG啦 雖然有剩就是完全本能 但我們也是有給他插兩顆這個本能豬豬啦 所以我覺得 本能豬豬的這個影響的話 確實應該還是有的喔 哇 我真的覺得這隻 綠色的這個異星豬豬 不知道乘幾何時變得超級無敵硬的 超級無敵恐怖 超級硬 不知道在幹嘛 好 絕境原生靈應該就可以順利打掉了喔 剩下這隻星星了 但目前來說還沒有看到那個誰 還沒看到就是 不死的那個燈籠魚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碰塔之後才會發現喔 碰打之後才有燈籠魚 然後打這個不死敵人還是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用天使砲 不然這邊他們專地板真的是很難把他們弄出來 他們就會走步行一段時間啦 但如果他們略過了你們這些超級貓貓的隊伍的話 你就基本上打不到他了喔 你就可能用一些其他後面的猴蟹這些來打 好來囉 結果這關居然是超獸小雞 還有我們這邊又是異星豬豬 異星豬豬真的是超級無敵硬的 硬到不知道該怎麼說 然後這關的話應該會有啦 應該會有那個 應該會有那隻 會有我們就是那個不死燈籠魚 只是他現在還沒有讓我們看到 來來來來 畢竟是第十九關嘛 因為我們這次貓戰的全新關卡主打就是這隻燈籠魚啦 所以也一定會有他的喔 好 那我們快速把他給解決 沒有加速真的是 沒有加速真的是有點不太習慣欸 這個畫面都好慢喔 但是我們這邊的陣線是 聞到一個不行啦 而且我們這邊又有另外一隻除炮機了 所以速度慢下來的話 你的陣型的炮灰更容易累積起來 所以我覺得真的還是有他的大作用的存在 還是有他的大作用的存在 來 全部打趴 GOGOGO 唉唷 可是這個哇 不死猩猩跟這個不死燈籠魚 一直來一直來阿 完蛋完蛋阿各位 弄死弄死 加油加油 有 進化掉了 然後哇 那個異星豬豬還是一直來欸 哇 夭壽 這個異星豬豬我真的覺得就是 一開始打他的時候 剛剛遇到他的時候 還沒有覺得他有什麼威脅性 結果他現在真的是 超級無敵硬的幫幫的好不好 硬到不行 硬到不行 然後我們這邊黑騎士阿 之前是想要測試阿 結果他是只能打惡魔組的 他完全沒辦法打這個不死敵人 結果我還帶他們 我還帶他真的是有夠浪費 兩隻初號機阿 欸 感覺好像越打越慢啦 欸 我們來三隻了 我 沒有開加速我怎麼感覺 好像我好像要被打敗了 不對阿 我之前開加速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這麼多隻阿 完蛋 還是其實有 只是因為我們開加速 所以他一直跳出來 然後一直被我們擊殺 所以我們就 看的不是很清楚這樣 可以啦 這應該可以 先把那個天使機弄死 喔 不是天使機阿 那個超獸機 先弄死 然後再把的就是那個 不死燈籠魚弄死 主要是說那個異星珠珠啦 有 燈籠魚掛了各位 沒有問題 這異星珠珠一直來欸 夭壽喔 為什麼覺得 為什麼覺得 沒開加速之後打更久阿 太扯了吧 累積了超級多隻的初號機了耶 太扯了 來嘍來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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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死同死 開頭 可以可以可以 剩下這隻異星珠珠了 喔 夭壽 總算結束好不好 絕境原生林 阿拜託 他如果願意給我一個黃壽石 然後再加上就是一個那個 完美地圖好不好 我就 謝天謝地了 來 應該是不太可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去打一下這次的這個 暑期新關卡了喔 這個是 最後的趕暑假作業喔 剛剛有看到裡面是有問號的 直壽石 沒 直壽石啦 給他看一下喔 這次全新的 暑假最後趕作業時間 8月29號 觀察 研究 & 勞作跟 習提 然後總共是全部三個關卡 8月29 來了 8月29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9月19號了耶 怎麼會這樣子 來看一下 123456 六個問號 8月29的這個觀察研究勞作習提 所以他這個其實還是有啦 就是有造的就是台灣這邊的這個 放暑假跟就是收假期間的這個東西在做 好不好 他應該8月9號就要出來的 他活動有時候會沒有辦法就是連貫 真的滿可惜的 他應該要跟就是我們那個做一波就是那個 時程的連貫 有沒有 因為身邊是8月29 就應該8月29出場這樣子 完蛋了 我又忘記開加速了 沒開加速真的好不習慣喔 來 母特貓開扁 結束這回合 喔 居然是噴噴老師在裡面了 喔 暑假作業 老師來監督了各位 再不寫阿 噴噴老師表示 蛤 又在暑假最後一天寫作業 你們完蛋了 這邊的話應該 很硬耶 其實沒有很輕鬆耶 我以為他被那個母特貓打個幾下他就掛了 結果 居然還一直活著 可以囉 8月29 直接全部給他弄死 nice 可以 3關 然後裡面的話獎勵是 傳說中的捕蟲網啦好不好 所以他裡面獎勵的話大概率都是那個 對 都是捕蟲網 那好像就還好 沒特別一定要來哪的好不好 8月30 獨租心的生活日記 然後9月1號開學吧 喔 是嗎 大家是9月1號開學嗎 你可以跟誰分享一下 我已經離那個時間太久遠了你知道嗎 呵呵 那個已經不是我的那個了 我的年代了 我現在沒有任何放假時間 好不好 每天就是只有 起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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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工作再工作再工作 沒有放假 好不好 只有把工作做完了 就是休息時間 我們只有休息時間沒有放假的時間 好 那第二關的話這邊就是 哇 一堆天使敵人跟黑帳 但目前來說 這關卡基本上也是讓大家 就是可以順順盡盡盡拿這個 傳說捕蟲網的啦 所以也不會給大家太刁難這樣子 也是很輕鬆的喔 好 8月30的讀書心得&生活日記 趕作業時間 然後再來是8月31號逃避現實 這個應該就是因為要開學了喔 哈哈 逃避現實 以前這邊基本上都是 暑假第一天就會把那個 後面的作業全部寫完了 然後日記都自己亂掰 哈哈哈 無論自己 日記都自己亂掰 大概知道哪一天會去做什麽事情啦 因為我們有什麽生活日記啊 先把那個先寫完 我是當未來人有沒有 就是每天幹嘛然後先把它寫完 反正老師也不太會看完 哈哈哈 這關可能比較麻煩欸 這關 這關就是不死敵人一大堆欸 真的欸 而且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惡魔族的敵人 然後重點是 我們好像 打不穿 還有這個墳墓 麻煩死了 唉唷 逃避現實為什麽墳墓要過來阿 因為要不寫暑假作業 人生跟這個世界末日一樣嗎 所以關卡就這麽難 這關是比前面那兩關還要再更有壓力的那種關卡欸 你自己打起來就會有感受了 你自己其實看整篇的這個影片大家就會知道 這關怎麽好像 非同小可欸 笑死 來囉來囉 走起走起 4500 GOGOGO開扁 完了 哇 喂這個 這個逃避現實好像有點恐怖欸 這大概跟我們就是那個 暑假最後一天的那個心情差不多吧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有沒有 就是 喔不 喔不明天 明天要被罵了 完蛋了 然後就是這種心情 其實我 基本上我現在好像 我嗆到 我基本上好像 基本上好像已經很久沒這種心情了 哇 剛剛笑到就是自己 自己被自己口水嗆到 笑死 好啦那目前來說 唉唷 喔有席有券 那還不錯啦好不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暑假最後的這個趕作業時間 不過我覺得他滿可惜的就是 他是在這個9月19號的時候才開始 好不好已經離了很久了 然後 裡面的話就可以讓你拿到更多的這個補充網了 但是 這一次補充網的話它是沒有就是那個 沒有我們這個新甲蟲的喔 所以 偏可惜 如果有金甲蟲的話應該就還滿不錯的 唉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補充網可不可以那個耶 還有種豪華大獎的 各時百千萬十萬百萬 就是你 我不知道就是你這個補充網可不可以用到下一次 如果可以用到下一次的話我這樣就不抽了喔 那目前來說大家開學過的開不開心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你們開學都在幹嘛 然後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CHABATINO 大家 掰掰